这个老人正抓着一个中年女人不放 老人一口咬定 女人偷了她的存折 老人的儿子和儿媳赶来 他们拦住女人要报警 女人却大喊冤枉 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头说起 奶奶今年85岁高龄 儿子结婚后 她便独自一人在乡下的老房子里生活 一个人买菜 做饭 每天还要爬十几层的楼梯 到屋顶晒小菜 收衣服 就是这样 奶奶也不愿给儿子和儿媳添麻烦 时隔多日 儿子好不容易回家看望 不想奶奶无声从楼梯跌落 神已经被邻居送到了医院 虽然只是伤到了手臂 但医生检查发现奶奶得了瞻望 记忆已经逐渐衰退 这是老年痴呆的前奏 孩子远在外地工作 无法照顾母亲 于是先在母亲家安装了监控 打算随时随地远程查看母亲的状况 好友给母亲找了回护工 护工是个四十上下的女人 看起来淳朴踏实 奶奶要强 其先不愿意被人照顾 护工却坦言 酒病无孝子 很多子女之所以离婚 都是因为其中一方要照顾生病的父母 为了不给儿子造成负担 奶奶最终答应下来 护工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奶奶 给奶奶做饭 陪奶奶看电视 人上也总是笑呵呵的 可奶奶对这个凭空出现的陌生人 却满是防备 护工来的第一天 奶奶就一脸嫌弃地给儿子打电话 说护工偷了自己放在被子下的存折 还偷了儿子给他带来的食物 和家里的汤勺 要儿子赶紧把人给撵走 孩子不相信 主的母亲是在虎角蛮缠 但其实奶奶不全是在乱说 存折有没有被偷还不清楚 但此刻在公交车上 护工正吃着从奶奶家偷的食物 下了公交后 护工来到医院 将一盒食物和几只汤勺放进了冰箱 那全是他从奶奶家偷的 但其实 护工偷这些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他的老母亲 母亲久病在床 身为女儿的他一直细心照顾 给母亲喂饭菜 擦身子 处理排泄物 这便是他每天的日常 第二天护工在来奶奶家时 奶奶死活不给他开门 儿子无奈 领着母亲去专门照顾老人的疗养院 可母亲不喜欢这里 儿子又劝母亲搬去大城市 和自己一起住 母亲还是不愿意 母亲的固执让儿子很生气 一方面 他是个孝子 担心母亲年迈 无法照顾自己 可另一方面 他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总不能每天都这样 往晚照顾老人家 儿子希望母亲 能为多自己考虑一些 可说来说去 母亲就是不为所动 儿子只好愤而离去 护工联系了母亲的儿子儿媳 哀求说 自己需要这份工作 养家糊口 刚好奶奶在家发现了自己的存折 原来护工并未偷走存折 意识到自己误解了对方后 奶奶转而答应 让护工回来 为了省下每个月请护工的钱 儿子打算给母亲申请良养保险 而为了应付保险公司的上门调查 孩子教母亲装成跌倒伤重 和记忆不好 但保险公司的人也不是傻子 经过一番细心的调查盘问 奶奶不小心说漏了马脚 疗养保险没能申请成功 儿子虽然心有埋怨 可为了支付请护工的钱 他还是说服妻子 将夫妻俩存在银行的钱 取消了定期 另一边 护会解除后 奶奶和护工的关系缓和了许多 护工会陪奶奶看过去的老照片 听奶奶说过去的故事 但同时 他也会时不时地脱个懒 有时会在看护时间 尚未结束时便跑了出去 但其实 护工跑出去 是为了照看做手术的母亲 因为没钱 他不得已 已将母亲转到了普通病房 也不得已 拖欠了好长时间的医疗费 和护工相比 奶奶倒还算有些钱 因为这笔钱 奶奶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了 那天奶奶要去医院拆石膏 楼下里发电的一位女客人健壮 便自告奋勇地陪奶奶同去 拆掉石膏后 女人带奶奶去了个地方 里面热闹非凡 许多老人家在拍手唱歌 奶奶很快融入了进去 这样欢快的氛围 让她少了许多的孤单 但其实 女人带奶奶来这里 是比较有用心 拆完歌 女人给奶奶 接收了一款浴室床垫 据说对老人家的腰背好 而且现在正在搞特价 很明显 女人和床垫公司是一伙的 女人免费 好几次鸡蛋给奶奶 几次下来 奶奶相信了女人 并从银行取出一百万 买了张床垫 奶奶担心儿子知道后 会责怪自己乱花钱 便让护工不要告诉儿子 虽然花的是他自己的钱 但一转身 护工还是将事情说了出去 儿子闻言 立刻找到女人 要求退货 对方不愿把事情闹大 只好答应 刚买来的床垫 第二天就被退货 奶奶感到不解 女人却立刻换了副嘴脸 张口闭口便说奶奶脑子不好使 奶奶追到理发店 和女人起了争执 女人年轻力壮 一把小奶奶推倒在地 使护工及时将奶奶扶了起来 护工替奶奶打包不平 干脆和女人吵了起来 事后又陪着奶奶去澡堂洗澡 奶奶很感激 儿子不在身边 现在也只有护工 还站在自己这一边了 洗完澡后 护工和奶奶 一边喝养乐多 一边吃鸡蛋 他还答应 以后会好好保护奶奶 床垫退货后 护工代替奶奶 从女人那里拿到了一百万的退款 可钱到手后 他并没有将钱交给奶奶 而是瞒着奶奶用这笔钱 支付了自己母亲的医疗费 过年了 奶奶的儿子留在岳父家 护工也留在医院照顾母亲 独自在家的奶奶 甚至没人给他做饭 儿子担心母亲 让护工过去看看 护工于是化了妆 穿了漂亮的新衣服前往 儿子已经将吃的喝的 全都寄来了 护工用这些食材 给奶奶做了一堆好吃的 他还跟奶奶一起喝酒 唱歌 此刻的他们 像极了一对母女 儿子放不下老母亲 带着妻子女儿来拜年 一家人在过世 父亲的排位前行了礼 意外的是 护工也想在排位前拜拜 他父亲早逝 自己忙于照顾母亲 一直没能好好祭拜父亲 这次 便想要借地方 给父亲行礼 这家人答应了 护工换了贡品 虔诚地祭拜了王父 他很感激奶奶的儿子 给了自己这个机会 原本气氛正到位 儿媳也说晚点让护工 带一点吃的回家 可不巧的是 夫妻俩又提起了 让老母亲搬去 和他们一起住的事 奶奶还是不答应 她不习惯大城市的生活 奶奶想让儿子儿媳 在家里住一晚 夫妻俩却不愿意 尤其是儿媳 因为觉得婆婆家很脏 儿子不愿和母亲争吵 想带着妻女回家 奶奶却要儿子 交出床店的退款 她一直以为 是儿子拿拿拿笔钱 儿子觉得奇怪 护工急忙解释 谎称自己已经将钱 给了奶奶 儿媳听闻婆婆 花大价钱 买了床店 瞬间不满 虽然那是婆婆自己的钱 一时间 这家人爆发了冲突 奶奶打了儿媳 儿媳被感委屈 儿子夹在母亲和妻子中间 不知该如何是好 护工想从中斡旋 儿子却让他别管闲事 护工想走 儿媳却发现了猫腻 原来 护工穿的新衣服 是前段时间 儿媳买给婆婆的 这下好了 儿子儿媳 转而怀疑 是护工拿了那笔退款 夫妻俩还要报警 无计可失下 护工哭喊着 承认了事实 钱是他拿的 可他只是暂时拿去 垫付自己母亲的医药费 再说了 他会用工作 来抵偿这笔钱 至少在照顾奶奶 这件事上 他尽了心 可奶奶的儿子呢 自己的母亲 都不好好照顾 连过年 都不陪陪老人家 这样的儿子 哪有什么资格 说别人 奶奶急于维护儿子 护工夫妻出走 可护工走后 奶奶却违远儿子 不该对护工那么刻薄 其实 他心里 记着护工的好 若不是护工 这世上 怕是没人照顾他 儿子嘴上说得好 可若是真的搬去 一起生活 他这个老人家 只怕还是会孤孤单单 被此退后不久 护工的母亲病逝 身为女儿的他 在冰云馆哭得伤心 他没有丈夫和子女 自从母亲生病后 便和母亲一起住在医院 如今母亲这一走 他真不知道 一个人该如何活下去 送走母亲后 看着那些开心嬉笑的女学生 护工满眼的羡慕 他来到奶奶家门口 将大门钥匙塞进里面 缓了回去 可走时 却听见奶奶养的那只狗 狂吠的声音 意识到不对劲的护工 赶忙将钥匙抽回开了门 果然 奶奶刚刚摔下了床 护工赶紧将奶奶送到医院 旁人都以为 他和奶奶是母女 奶奶说 她唯一的愿望 是在睡梦中离开人世 如此 才不会给孩子们添麻烦 他很感激护工 也第一次问起了护工的家人 当得知护工如今 简然一身 无处可去 奶奶起了同情 他希望护工 申请国家的补助金 然后搬来和自己一起住 即使照顾自己 两人也顺便做个伴 护工一时雨色 他含泪握住奶奶的手 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如果可以 他想一辈子对奶奶好 孩子担心母亲回家探望 母亲却不在家 因为此刻 护工正带着奶奶 在去往大海的路上 海风温柔 护工像个孩子般玩耍 奶奶也笑得好快乐 听着母亲快乐的声音 孩子终于不再坚持 他关掉了像是 监视犯人的监控 决于让母亲 按照他自己的心意过生活 后来 母亲和护工 越来越像一对真正的母女 生活依旧琐碎平凡 可这些平凡的瞬间 全都闪着光 我们常说血浓于水 意思是说 有血缘关系的人 比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的感情 更为亲密 但现实的真实 却往往并非如此 尤其是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 常常会感到亲人之间的疏离 家人以爱为名的情感勒索 影片中 儿子看似是个孝子 但其实处处自私 无时无刻都在打着 为你好的高贵旗帜 可想事情的出发点 永远是自己 护工照顾老人 自然是图钱 可老人孤单 他便陪伴 老人被欺负 他便第一个挺身而出 相较而言 这样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外人 倒更像奶奶的家人 无数现实都在告诉我们 血会必浓于水 护工没有亲人 奶奶的儿子也情同虚设 类似处境的两人 互相取暖 互相填补彼此生命里的空缺 如此相互利用的图谋 若能持续 不失为一种美好 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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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